同行王胜迪资料与善语豪关系以及家庭信息曝光 近日在热播剧《隐秘的角落》里 扮演普普的演员王胜迪的演技让人眼前一亮 每一个心思都能够从他的眼神当中读出来 同行王胜迪的演技令人惊喜 因普普一决王胜迪的资料家庭信息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其中王胜迪与善语豪之间似乎有某种关系 一起来看一看吧 《隐秘的角落》播出之后 便有不少网友发现该剧与原著小说改变挺大的 比如同行王胜迪所扮演的普普 他逃出福利院的理由居然改成了旧弟弟 或许角色改动较大 但普普同行王胜迪的眼睛实在是太有戏了 除此之外 他与哥哥言良之间的兄妹情也令人感动 遇到危险 哥哥总是冲在普普妹妹的前面帮他遮风挡雨 因为隐秘角落里普普一决 小同行王胜迪的资料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在王胜迪的资料上看到 他原来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 与雷佳音、杨幂、董子健等演员都有过合作 另外 王胜迪、单语豪的关系话题 其实也是因为两人合作过一部动画作品 小朱佩琪过大年 这人动画当中 王胜迪出演姐姐汤圆 单语豪出演弟弟饺子 另外 在王胜迪的资料可以看到 这位小同行今年才十岁 北京人 家庭信息方面的资料比较少 目前知道王胜迪的父母都是圈外人 并没有什么背景 王胜迪出演过电影 小朱佩琪过大年 刺杀小说家 文身 而王胜迪首部电视剧作品是隐秘的角落 想必通过这部电视剧 会让更多人喜欢上王胜迪 普普面对一些突发情况 他的冷静也是让人感觉脱着了年龄 这部电视剧作品是隐移的角落